客家委员会跟直风车剧团合作 推出客家亲子剧场经典音乐剧 鱼马精华版30号起一连三天 将在新北市演出9场 陪伴新北市民欢乐跨年迎接2024 种种有神的魅力双眼 搭配无才缤纷的马纵和马尾 新奏前还会张嘴喷气跟眨眼 身上的客家花布代表喜气跟富贵 身高高达10公尺 也就是相当于四层楼高的 全台最巨大机械行动艺术装置 鱼马一出场气势磅礴 让人惊呼连连 这批巨大鱼马是由直风车剧团亲手打造 另外还有可爱的小鱼马 在广场前与观众开心互动 游曲表演结合客家歌曲 客家委员会与直风车剧团 这次合作推出客家亲子剧场 经典音乐剧《鱼马精华版》选在客家人口 全台第二的新北市板桥区 30号起一连三天演出酒厂 陪大家一同欢乐跨年 当初我在创作鱼马的时候 其实想讲的是族群的融合跟理解 族群彼此之间不一定要融合 可是族群跟族群之间应该是消弭仇恨 鱼马至今已经走遍台湾许多县市 就是希望能够持续带给民众 以及家中宝贝欢乐和幸福 特别也增加了这个演出的场次 由原来的八场次这一次增加到九场次 每场三十分钟精心演出 视觉听觉双响宴 群马将会陪伴市民欢喜迎接2024 记得黄胜泉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